好 所謂的話題人物就是 他只要一舉一動都容易成為話題 對 你說這個 演藝圈談戀愛的人真的是非常多 可是阿Ben就會這樣 所以他有沒有一些元素 讓他成為話題人物 演藝圈最 他有紅到大家每天要追他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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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是 只是說因為他能夠被注意的 就是感情而已 坦白講 而且跟他連在一起的 女明星其實很有話 他不是藝人嗎 都沒有才藝人啊 沒有 張大哥他現在是通告藝人 通告藝人就是你只要敢講 敢表現 OK啦 那等一下你知道阿Ben嗎 你老實講摸著良心 你知道阿Ben嗎 什麼叫摸著良心 我跟你講我摸著良心 我都不知道 那就對啦 就是他沒有一個很具體的錯誤 唱過什麼歌 一首就好了 你問我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說得好像你知道一樣 不然你也唱一首來聽聽看 我只知道阿Ben的那個 不是白寶 白寶 菲文對不對 在之前那個張本瑜 張本瑜嘛 對 那就是從那邊起了頭 所以你看 是不是你講到 就是張本瑜 現在就余小平 再來就是麻衣 對不對 麻衣是誰 我也不曉得 那你怎麼 日本 來台灣 那個余小平好像 余大財女兒 我覺得講到美人姐 講的那個問題 就是說他有沒有可能 靠著這個菲文 來吵知名度 我覺得就是 我們如果不要把人 想得那麼邪惡的話 不要這樣想的話 可是 不能否認的是 因為這樣子的新聞 讓他的知名度變高 那當然為什麼他會被注意 是因為 大家會好奇啊 為什麼你跟張本瑜都論 結婚假在一起三年多 而且兩個都是同居的 怎麼會分手 那時候就講說兩邊在互放消息 就有人去報嘛 報說他跟這個螞蟻 要去哪裡 叫狗仔去拍 要不然狗仔 當然狗仔會因為想要知道 為什麼他會分手 而去跟 可是空穴布萊鋒 一定有一些訊息 他才會去跟 就拍到他跟螞蟻兩個去日本 然後戀情就曝光了 那通常戀情曝光 你就會被釘 釘上這樣子 那好了 那後來因為螞蟻 螞蟻之前也有跟過朱孝天 這個有點複雜 反正就是等於說 但是你知道 嚴英圈就是一個 很密密麻麻的族譜 其實你連不完的 對 真的 那個叫族譜嗎 對 那個叫族譜 那個關係連連看 容易曝光 建光石 那建光石之後 我覺得阿Ben這個人 他可能就是需要 旁邊要有一個伴 他沒有伴 他就是心靈空虛 要伴不伴 那個是他家的事情 重點就是說 做人不可以這樣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這樣 但是我們做人的原則 我不能去記者 常常去跟記者說什麼 說余美人在減肥 我跟你講 他最近剩下59公斤而已 這樣 55 你這個比跟記者講 惡劣全國觀眾都知道 我只是舉例 我只是舉例 美人你真的 59.2 55.2 55 55 差很多55.2 不然我就去跟記者講 算很多 我跟你講美人 最近跟他先生大吵一覺 好像有一點要離婚的樣子 原來就是你講的 很丟臉 但這種東西難避免 我意思是說 我們不能夠靠踩著好朋友 不斷的製造新聞來提高自己 那個事情不是做朋友的原則 朋友是來幹嘛的 所以我說 如果你不要用那麼邪惡去想他的話 那就是因為他被盯上 當然為什麼亞萍姐會這麼氣 因為亞萍姐就認為說 剛剛有那麼大牌嗎 大家盯他嗎 他剛剛有講那麼大牌嗎 大家會盯他嗎 沒有就是女主角的關係 不然怎麼可能去盯他 因為他就是跟一個女生 但是這個女生就是比他紅 所以人家才會注意到他 那就是說 我如果說 不要把人想那麼邪惡的話 那當然你說 他自己有沒有可能講 去跟記者講 這個我實在也不知道 但是他的經紀人 或者是女方 就是說 因為像他跟余小平 也是被狗仔派到 狗仔怎麼那麼厲害 而且他有配合一些話 讓人家覺得可以follow 他說他現在跟許可小姐是 對 沒有超過接吻以上的程度在交往 沒有超過 對什麼意思 你說朋友而已 還沒有超過 有接吻 可是接吻 比較說摸來摸去什麼就沒有 所以你們現在年輕人是 接吻都不算朋友 接吻是算一壘還是二壘 對嘛 就沒有超過二壘 你講他是年輕人不對啊 揮吻不是年輕人 所以你們年輕人現在 接吻都不算 接吻都不算朋友 接吻都不算朋友 接吻算一壘 二壘 他說一壘還是二壘 那二壘是牽手 牽手一壘 牽手一壘 那二壘 沒有通常一壘 再來就順便就二壘 三壘很老 等一下 等一下 一壘是什麼 一壘是接吻 二壘是 那三壘很老 二壘是攀岩 成功 對不對 那三壘很老 那轟浪是什麼 轟浪是什麼 轟浪就是跑一圈 轟浪是跑一圈 轟浪就是 那四壘就是 轟浪 對啦 一壘是牽手 那二壘是什麼 二壘是接吻 三壘就是扳岩 轟浪就是 那四壘就是 轟浪就是 轟浪嗎 什麼機制 喂 我們講轟浪這回味 金鐘獎的機制 你好 他現在已經過了12點了 我是肯定金鐘獎 因為後來沒有人家 肯定金鐘獎 你真的很懂 應該跟我講的一壘是接吻 沒有一壘應該牽手 你錯了 對啊 因為他每次都跳過這個關係 他都直接上國嶺了 接下來有沒有一肯金鐘 我就不知道 所以應該忽略一壘二壘的分別 他都去打第一動到第18動 我都直接打第19動 沒有錢 可是坦白講 在演藝圈你一直靠這個新聞 你還是要有一些表現 對 這個其實也很快就過去 久了就 然後也特別 就是說其實你看 他還是有這麼多女生 願意跟他交往 表示他還是一定有他的一個 過人之處 不是就是跟他 當然女朋友一定有好玩的地方 當然 開心的地方 還蠻帥的啊 他就是很ABC的感覺 這個美人姐我解你的話 就是說 你用演藝圈還是要過人之處 這是事實 你老實說你說 這個很漂亮 或者是說你這個什麼 知名度很高 不斷宣傳 老實說你也沒才藝 你也是撐不下去 因為你總要見公婆嘛 不好意思 因為你們兩個也很久不說話 不要啦 我 我羨慕演藝 他剛剛講的主婦關係 你也很欣賞他 好羨慕 好不好好清楚 沒有 可是我要那個 順著那個 就是鄭大哥剛剛講的 就是說所謂十幾萬的禮物 我覺得 剛剛鄭大哥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我跟你分了 你說我現在已經有 另外一個對象 你為什麼要去拿那個禮物 那他的講碼是說 余小平堅持 因為他們之前有 類似對表的東西 那男生好像不見了 弄丟了 然後他要 他覺得補錢這樣子 可是我老實講 你再怎麼樣 男生 女生那時候再怎麼糊塗 男生在這個關鍵 你知道說我心裡 可能不在你這邊了 然後我心裡已經有別人 甚至跟別人交往 你就不要去拿那個東西 因為余小平基本上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 怎麼講呢 他是一個很大勒勒 他只要碰到感情 他就 他就完全失去理氣的 噓 噓 沒有真的有時候你聽他 他說他以任男友 你聽他有夠自由 兩個吵架 幾乎快分手了 結果有一次他們到夜店 他看到那個男的 後來就兩個也沒有講話 然後他就進去裡面玩 玩一玩之後出來了 發現那個男的坐在夜店門口 然後就這樣醉醉的這樣子 然後他就走過去 他問那個男說 問他以前那男朋友說 你坐在這邊幹嘛 他說我在等你啊 他感動得不得了 他覺得那個男在等他 可是後面還有一個OS 就是因為他發現身上的錢 不夠坐計程車回家 他等他是因為錢不夠 可是問題他是把 他的精神是focus在說 你等我 那我覺得很感動 所以他是那種會幫男朋友 煲湯啊 幹什麼什麼都會做的人 所以我說這個感情對他傷不傷 我覺得你不要 我覺得阿斌應該 如果你收了那個東西 我覺得你親不開外不開 你不應該加深他的那種 覺得很悔恨的那種感覺 那為什麼他送阿斌那個 那個司傑問的表 媽媽怎麼會知道呢 媽媽一定會講的 怎麼會不知道 心情不好跟我分手 我送他表他還說 假設啦 所以美人姐很氣嘛 他就氣說不甘不脆啦 就是你如果真的 他會覺得你要叫我 不是我氣啦 是雅萍姐 你剛剛說美人姐 沒有我說美人姐剛剛講說 那個表 對 那我跟你講我覺得說 因為其實 雅萍姐對三個小孩都很疼 那當然他受了什麼委屈 他一定有想要幫他出氣嘛 你說像怨琦 怨琦不是也交了個男朋友 整形醫師的 有一天都出來講說 這個男人要風流 但是不要下流 像他這樣子騙女兒就是下流 就是說 你明明就跟他在一起 只是為了要提升知名度 因為他有一個明星爸爸媽媽媽 結果後來呢 你卻又劈腿跟別人在一起 哪一個你現在講的是哪一個 二女兒 小女兒啊 因為整形醫師的男友 對 那時候雅萍姐還去幫他站台呢 所以他就覺得說 把我當什麼 那為什麼他願意去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為了有人女兒嘛 所以你說今天 那個余曉萍他失戀了 你覺得他當媽媽的會不會心疼 當然 我在桃花小妹裡面 就是演這種媽媽 對啊 就是為女兒打抱負貧 對不對 可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要講喔 你說對余曉萍 我覺得有傷到 他上個禮拜吧 前兩個禮拜 我跟他一起上一個節目 當然就聊一些他的情商 他一路走過來 我發現說 他一直在那種很傻的 傻女孩的那種詢問裡打轉 可到最後 我覺得如果你是男人 曾經跟他交往過 到最後他有對著鏡頭 就是喊話 而且有點嗆聲的意味 如果你們是 曾經擔任裡面的男主角 跟他交往過男主角 你們會心裡怎麼想 你知道他怎麼講 他就說 我告訴你 你們這些臭男人 然後呢 只要交往過 你們劈腿的 我告訴你們 下面全部爛掉臭掉 他直接這樣講 他說下面爛掉臭掉 我說好生氣 然後我其實想說 第一個當然覺得很 就是講得很直接 可是我在想說 等一下 如果是曾經跟他交往 我想說 會不會趕快看下面 爛掉臭掉 那時候就覺得 心裡很有壓力 所以你覺得一個女生 一個女生沒有 需要女生可以講話講 你看氣不氣 這輩子 這輩子從來沒有遇到一個 說定情置物是送十幾萬的錶 我們又沒有你的福氣 是啊 你自己長怎樣 阿伯長這樣 怎樣 這樣是怎樣 我年輕沒結婚的時候 55公斤的時候 也有女生喜歡我對不對